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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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代表我们离过颠倒的众生来提问 一般的人认为有这个心 那佛就告诉您认为这个心在哪里 最后它流失在里面 在里面佛就应它这种在里面的说法来抠析它 心不在里面 也不在外 也不在中间 也不在跟内 也不在其数多数的否定 否定这时候佛那生者又很害怕 不否定了 那就没有心了 这就要指出虚妄的心了 就是骗掉我们了 我们认贼为主 如果无量之以来贪圆的心 前程远远的心 认为是一个真心 是一个自我 是一个客情 这些都是错误的 所以迫使我们的虚妄心之后 来展示我们妙明正觉真心 妙明正觉真心就像虚空无有边境 就是我们本人的佛事 我们你因不颠倒的做生 对这个不理不及 主是执着这个圆影心为自信 要把这个圆影的攀怨心 了解它的虚幻之下 了解它的虚幻之下 当下就回归到我们自信 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真心 但是这个真心 你不要以为是一个特点 有个实在的特点 它是没有 真心就是 你清净本然的周遍法界 整个的虚空 微尘数佛刹 就在我们的真心里面 就像片云点太千里 就是我这个囊囊的晴空 你就是一片云 一片云的这个地理 就是整个虚空 整个法界 整个微尘数佛刹 在我们真心里面 是这样的地理 就像大海当中 一个佛欧 一个水泡 我们执着的虚幻心 就是那个水泡 我们的真心 就像广大的大海 是用这个处处指定 回归到我们的自信的信念 我们自信的信念 才是我们的安心 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 目的地 但这个是主法的贡献 绝对你不要制作 又有一个东西 你制作一个东西 又是在虚妄的 心意识里面去分别了 它一共要契合到 同一 这个心不是众生有一个 你有一个 我也有一个 十方足佛所证的 共同一法身 同一智慧 同一法身 同一神同妙力 到这里 就好像所有涓涓细流 回归到大海 这个大海 你到了大海 你就不能说 你是长江来的水 你是黄河来的水 没有这个证解了 等同一位 所以我们在凡夫层面 会执着你的心 我的心 你的古报 我的古报 你的幸福 我的幸福 你的烦恼 我的烦恼 在自信心境这方面 就是平等局 全都改变 主法成心 从这里去了解 对 金刚经说 凡手有相皆是希望 请问成佛后见到的别的佛是什么样子 指摸真肯 今生是从而而而而的 本体是不止的困惑 阿里脱 凡所有想皆是希望 一切现象界的东西 都是不真实的 不真实是来着什么 它是缘起法 有原生法 各种因缘条件组合 形成了这么一个假象 这个假象当体是空的 我们凡夫的这种贪恋执着 总是把这个对象认为是真实的 所以才会对它分别执着贪恋 追击 佛法的社会告诉我们 只要是缘起之像 它都是不真实 这样就透过这个虚妄的现象 来把握它本体的光线 所以我们的难向一向 也是我们回复出来的 回复到自信里面没有难以的去 这个是和非的观点 也是我们分别的 实际上无私有无非的 所以这个少到一些像就是无像 无像就是空的一种表达形式 你空空才有一个像 那么无像才一像 一像才平等 又会对到我们的自信 心里的决定 所以这样 那么只无真经设 你只要正道的主法的空性 它只能从空性里面会升起出妙意 空不是绝对空的 空里面是具足世间和初世间的功德的 这些功德表现的像是实像的一种像 实像是无像 有无不像 实像无像是从它的体上来说 无不像是从它在用上来说 所以我们在马明菩萨大乘识论 它让我们观照 宇宙的签法要三个层面 体 相 用 任何一法它会有体系 同时有它的表现形态的像 同时有它的功能作用 这样是从三个层面观照 你能够做到天台的概念 一心三观 先观它的体系是真观 就是它的空性 然后再观它的像 是它的俗地 假观 从空出假 真假不外就是中观 那么一个菩萨 七整主法十相 它自然的我们的性体里面 就有三十二象八十十 就有止摩真经色 这种止摩真经色 这是代表主法十相 中道的一种在色彩上的表达 所以只要是成佛 它的像就展示成止摩真经色 我们观众就讲 佛是像百千万亿 颜佛盘的颜佛体的那种黄金的颜色 加起来那样的秩序 所以透过止摩真经色 当体了解它的空性 透过对空性的把握 它一定会有止摩真经色 这就是空有光 所以我们为什么 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零发出来 就像阿弥陀佛那样 三十二象八十十 就像阿弥陀佛那样 有止摩真经色 本来靠我们的量 是没有这种像好颜色的 这完全是阿弥陀佛 把果地上的功德 福德恩此各国 令我们虽然是代言往生 却有佛的止摩真经色 那就是说从果上下属 我们有止摩真经色 你想身体都是跟主法的中道智慧相运 它就能够很快转我们的众生的知见 为佛的知见 就从身体上给我们巨大的价值 让我们快速证悟到主法的事情 尊敬的大师阿弥陀佛 两个月前 念佛约灭约灰心 居上 觉得西方门槛太高 自己烦恼粗重 念不到功夫出现 在这种心态下 听到法师每个开示 信心增长 这几天一直在听 马来西亚大学法师的开示 信心大着 但同时也出现负面问题 发现是否每个法师讲的都不可能 尽忠祖师的理论 是否也引述过 所有的善知识都讲 禁服 但讲法 指示的路 是否都不禁相 一直依着老法师学 但现在怕听到功夫成全 无反脑之类的话 怕诱生挫败性 于是心中迷惑 到底自己要选哪条路 怎样去守护 靠佛地 靠自利 靠自他二地的路 有所不通 我自己心中迷茫 理不清思路 于是在善知识心上 区别来区别去 文字上也执着来执着去 就是如何是好 看来你的想法还挺多 我们说 静佛法门的信心见语 你不要老是听这个法师 讲那个法师 你要听佛这么讲 听祖师 所以我们所讲的一切都要 让你回归到世年量 让你回归到祖师的世上 所以你不要在世间的 哪个法师讲的东西 去执着来执着去 你一定要转过 你判断是非邪正的一个标注 一个尺度 就是圣言量 佛讲的是可靠的 跟佛不相应的 不一致的 就是不可靠的 好 那你翻开镜头五经 主师的作作 有哪个说 非得要供乎神殿才能往上呢 你能找出圣灵 世年量的一丁吗 无量寿经在告诉我们 一个哪怕五名十个的罪人 离命中世 只要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实力无畏 总统功德 他愿意往生 他就是第一境界 现前他的愿意往生 没有谈听过心情 中品下身 是一个世间的善人 从来没有修行过佛法 离命中世 听到善事 是讲阿弥陀佛的进度 他马上相信 屈身必须 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与命题 功夫是一丁 乃是一汉武两一 两本一本说 有一个念佛人 半天半于念 念了马上一奏业的功夫 中间又后悔退转 这样的一个念佛人 到离命中世 身重病神师迷茫 一定要下三个道 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还在慈悲地 帮助他 还在梦中让他 视线给他看 让他相信 有阿弥陀佛 有极乐世界 于是带着这个后 忏悔后悔的心 在继续灭佛 都能往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门槛是最低的 是无条件的 这个在十八月 是告诉我们 舍我着佛 十方众生 自信信药 一生我活 乃至十念 记得往生 若不生 这不是真正 为主 你只要具足心愿 哪怕你念十身 这个十身 包括你平时念十身 也包括临组念十身 你一定都能往生 你从这一院里面 你想阿弥陀佛 说到什么 这一院没有告诉你 你一定要念到 功夫神殿 你一定要念到 清静心 你一定要念多少 他就最低限的 念十身 十正就是一身 你说 有什么门槛 可以试试没有门槛 现在你认为门槛很高 这是你搞错 有哪个法师 如果说往生进度门槛很高 这个法师也绝对讲错 这些法师也绝对门槛 阿弥陀佛那种大使大悲 大智慧 大平等的心 是要拯救一些众生 一个都不落地要去了 不仅是人道的众生 冤灰暖冻的众生 都能去呀 进度世间都捏了 那种鹦鹉八哥 猫啊老鼠都能往生 你说对这些八哥鹦鹉生的什么条件 如果设到条件 他们去的要去 他都能够把八地地狱的众生 都顾到世间极乐世界去 所以没有理解 只要你愿去 就是具足心愿 然后你就念十生 你都能去 这有什么门槛 所以你这个自己 你就是看的太多了 今天又听那个法师讲 明天又听那个法师讲 这个看看那个看看 你就一头一头一头 所以告诉你 你如果你要法师 你就专门看明光法师 明光法师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我们这些 现在的法师 包括我在 我有没有福的资格那里 对我产生最大的信息 那我可以 我也谈不上善的知识 我可以给你介绍善的知识 介绍 应光法师 你就听到那话 实际上我们所讲的那些东西 都是从主事里面出来的 我们都是才去输了不多的牌 我们绝对不敢说 一定要浮烦了才能往上 浮烦了是往上可以很负责地说 这个话是不正确的 浮烦了是什么 浮烦了是在六极佛 天台六极佛里面 那是所以关心极佛的水平 无品味 无品味关心极佛 那是智者大师的水平 明明中时就有人问 智者大师你一生 你挣到什么水 智者大师说本来他是想 想得六根清净味 就是相似极佛 只是由于领众太早 领众修行太早 神体历人 蛋跟酒 无品 就是无品味 原教无品味 就是随于关心极佛 关心极佛是什么情况 他们也得到六根清净 就是没有 没有断见识祸 但是他辅助了 辅返了 辅返了 是说于关心极佛 智者大师的水平 那么五一大师 在一生的修行 也是开悟者 明智位中真佛 原位之必定复合 然后明天中时 弟子问你一生正导的位置是什么 他就讲明智位中真佛 原位之必定复合 就是在六根佛里面 他是说明智净佛 明智净佛是什么水平 就是凡复位 但是他开悟了 见解以佛 这个品位的 不仅没有断见识祸 见识祸 福都没有辅助 是这个 偶一大师都没有说他辅助了 但是他往生了 你怎么要求我们现在 在人家浮返了才能往生 是完全不重要的 这个是没有好好去 你看印光大师文朝 你看看印光大师文朝 是得永迦某局势的 好像定风性里面 专门看这个问题 你只要看进去了 根本就对这个 要浮返了才能往生 根本你就可以自自不理了 那是错误的观点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 会形成这么多迷惑 执着来执着去 心中迷惑 迷惑 心思路 这些完全你没有去看 祖师的书 是这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还是 尽量不要到处 你去看印光大师文朝 多看 你就不会今天听到这个 是觉得有道理 明天听到那个有道理 相互在打架 那你就学佛实在是 学得太辛苦 也太可疑了 有很多人学佛一二十年 这个信心都树立不起来 因为约念越灰心是什么 他就觉得约念 约觉得念佛没有资助 听说是念佛是万修药的去 他怎么琢磨 我也不可能是一二人的水平 那我肯定不能往生 他每天都约念越觉得自己 肯定不能往生 肯定不能往生 那就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祖师一定告诉我们 万修万人去 怎么变成万修一二人去 没有告别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句话如果要上到上去 这是被放阿弥陀佛 被放这个念佛 断了多少人的信心的 这样的三分 你怎么听这句话就听得进去 听万修万人去就听不进去 永明言说大事何处人 也就这样 那时候称是迷惑在来 古佛 永明大时候说的万修万人去 我们就听祖师的嘛 你为什么要听其他人呢 那你听不进万修万人去 一定要听万修一二人去 那是你自己而言 所以我们也还是要坚定 永明言说大事告诉我们 有禅 无禅有禁 万修万人去 若得见离头 何丑不开悟 跟我们祖师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所以你这样的以往 完全是你自己的灭障了 你就好好通读禁途武器 看祖师的著作 看印光法式文朝和禁途时代 你多看几面 自然你的离后就烟消烟消 你听本人净土自然心愿行这些 我本人也是 就是做花道弹子 把祖师说的矿 从我转达下来 没有我自己 我常常说我是个二道弹子 没有自己的东西 办过来做贸易工作 从夏礼迎回来后 我弟子都每天早晨 几晚上都说半个小时做早晚课 读诵禁为武器入圣之下 从年上还会开始读到战俘记 然后念五百声 再回想愿意此功证 装颜够禁 早晚就读诵 请问弟子这样做功课 是否不好 会早晚课 必法师有什么好建议的弟子 这样很好 说明你参加夏礼迎 还是你有舒服 能够坚持早晚课 读净土五千金这种比较很好 它在很短的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之内 把净土五千的精华 都能够读诵道 读诵道以后 你就念战利记 阿弥陀佛的圣经社 阿弥陀佛的圣经社 基本上对阿弥陀佛的外向 和他的内在风格都是高度 高度改做的一个技术很好 然后就念阿弥陀佛的方法 回想就可以 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 希望你能够持之以恒 发长远心 不要把这个时间 而宗教感觉深厚就能坚持 过了时间 人都是这个 期待抱怨 等到早上想睡晚觉 想想今天就算了吧 或者用种种结果 哎呀今天很累了 就不做晚课了 今天有点感冒了 就不做晚课了 今天精神很好了 我应该做更重要的事情 反正你身体好 也不能做早晚课 身体不好也不能做早晚课 有很多人就这样 感觉不做了 所以一定要 无论什么情况 你定课 你不要先定太多 你就定五百声也好 你就坚持读五经 一送极药念五百声佛号 你一定要没法做 都完成就不睡觉 如果万一出餐也可以 你就可以带着身上念 万一有特殊因缘 真的获得念 你第二天 你要把这五百声佛号读上 你就念一千声佛号 你这个一天五百声时间五千声 一个月就是一万五千声 一万五千声佛号 就是你这个一个月的定刻 到了月中盘点 如果万一万五千声还过神 也能要不上 这个要求度很高 五百声呢 五百声说实在话 就是 这个几分钟就能念完了 你也更快的话 如果你说五百声多月时间的话 你认真是 那你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你十分钟住一个清净心中的游 二十三个多小时都是打望下 住轮回之夜 所以你了解五百声就可以了 好 相同 这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印光大师强调老实念佛 念佛才是正习 一直在考虑 如果我早晚课只有半小时 那我这有限的时间 是用来全部念佛号呢 还是按我前面提到的 用来方法诵经家念佛号 你只有半个小时的话 不要全部用在诵经上 那你就选读阿弥陀佛这个人 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左右念完经 你再用二十分钟左右来念佛号 比例上 一定是念佛证的时间多 诵经的时间少一些 比较写的 四人称观世音菩萨有求意义 一直也在书中看到观世音菩萨 为了度化中生 会用先礼欲勾签后 礼物佛事的方法 所以现在人有何欲望 都会求观世音菩萨 以便达成 例子的一本是 这些人因此能达成的欲望 是他们命中本来应得的吗 还是命中本来有 观世音菩萨实在得来的 可遇的呢 如果是命中该有 这是否他求菩萨 只有一种形式 求不求都是有的 如果是观世音菩萨 恶拜可遇 非本人之前做的善因所得 是否会误导是人 我们即使不中善因 只求菩萨也能有善果 请开心 这个问题看来你还思维过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他是大致为什么 他把一些众生看成是等同一个子女 并且他确实有这种能力 有这种神通维持力量 能够帮助众生 心理欲过千 或者能够活着这种方法 代表着菩萨的那种方便性 你也方便是做不了众生 为什么先有一个共性 是众生有种种的欲望 有种种世间的要求需要 要得到满足 这些东西 从佛教的空性来看 当然他可以觉得这不是融合的东西 但是对一般的众生 他首先不可能接纳这个空性 因为他一定出很实用的角度 我信佛才能得到什么 家里面有儿子 我信阿弥陀佛 信观世音菩萨 能不能求到儿子 我没有钱能不能求个钱 没有官能不能求个官 他是一个很实在的 人间的福报 众生有这个要求 有这个愿望 父母 关世音菩萨就像父母 小孩有这个愿望 要不要给他满足 一定要满足小孩的愿望 这个小孩 他可能靠自己的能力 得不到这个愿望 但父母的福报 可以给他 所以求观世音菩萨 常常是他命中没有可以求得到的 包括他的命中 他的生命要终结 求观世音菩萨 他的命可以保住 如果是命中有的观世音菩萨 命之外不能给予 那观世音菩萨的大势大悔 和维持力量就有缺陷了 那我求观世音菩萨 他都是有缺陷的 我求就靠不住了 所以要相信 有求必应 求男得男 求女得你 求婚得婚 求财得财 求智慧得智慧 求念满得念满 对这一点 你能有决定的进行 观世音菩萨有这种能力 只要你真情地去求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满你的力 包括碰到强盗 碰到寻找 观世音菩萨 你自身念观世音菩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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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镣铐都会自动地断 刀会断断的 断了 这些都是 古往今天用很多例子 但你如果有怀疑 你自身心不够 感同不上 他也就没有效 你一定要不加班 所以你说 命中有何命中 你不要去琢磨这个事情 你自身之求 观世音菩萨就会给你 就好像一个小孩 他才哭 他要要请的东西 父母就会给他 这个情况 是一样 所以你这个 但是观世音菩萨 他这个有慈悲 有愿力 他也不可能满足你那些非常不好的愿望 比如说 哎呀 我也去抢 抢银行 我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让我抢银行成功 那观世音菩萨会保佑吗 那会不会保佑 因为菩萨发愿 他也发个 念一些众生的善事成就 念一些众生的恶事不死了 这是他 应对的愿念 他就这个像 像软件编码一样的 他已经编好了 等你是恶事的时候 他马上终止 呼吁出来 所以你不要担心 这些事情 因为 去年我到温州去 就有些觉得 一些人 看观世音菩萨明不灵 他就考虑 今天我去 出马价 要赌博 我求观世音菩萨 那我今天赌博成功 最后他面成功 我这个事业的观世音菩萨不灵 提个相交到其他事业的情 提个相交到其他事业的情 这个信仰成事 观世音菩萨不会满足他赌博 或抢足他赌博 但你正当的这个东西 他会满足他 现在我们来看现场的 末法时期众真如何识别邪说和魔 如何对待 理智和揭露邪说会遭到魔照吗 会被噎吗 为什么现在人正面对 对持的法事和信众为数不多 这个时代是法弱魔强的时代 其实我们面对了很多邪说 你要去正面对持它 是需要一种勇气的 杀未有精神的 我们一般对那些邪 邪之邪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 从我们东西的最好来的 我们不愈抵折 但是如果这种邪之邪界 理想力太大 防卖了很多众生的法身分离的法 我们会对峙的 我们在2005年对莫名声第七本 我们已经有尝试了 莫名声第七本开始只是手抄的 最后发展到大量硬 而且还要对东西诗语万色 这时候才引起我们的成绩 当时我就让人 把《莫名声》一本往来看就行了 只要看一两个小时一本 就发现了怎么样 错误在处 邪之邪界 更高更慢 一般但是所有的都有他的 甚至这个人所谓的《莫名声》 连基本的头发尝试 他会很糟糕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写了一封 对《莫名声》的一种看法 你才反对他呀 你们怎么用《莫名声》的语言 为了写什么 还来骂我 甚至我们当时搞《莫名声》 《莫名声》的《莫名声》 很多地方拒绝对我们 这种《莫名声》 还给我们提要求 你们只有把《莫名声》的《莫名声》 收回来了 我们才跟你《莫名声》 如果你们反对《莫名声》 我们就不跟你们捐钱 当时外地的英文代表说 我给我打电话怎么办 我说你不要怎么办 他会捐钱就算了 不要太强 这封信我们一定要坚持 这封信据说 在全国各地反响很好 至少很大程度上 阻挡了它凶涌漫人的事 包括我们对现在的消息室的观点 我们也是正面跟它坚持的 所以如果影响力 包括这个所谓的功夫成天 清晋新建国 我们也正面是做事最困难的 当然我们包括对《莫名声》 《莫名声》《莫名声》 和《莫名声》《莫名声》 和《莫名声》的态度 我们是其次行为的 我们一定是弘扬《莫名声》 一定不弘扬《莫名声》 《莫名声》 我们当说这些话时 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得罪很多人 包括我知道有很多地方人 拒绝《莫名声》的故事 有些说我们的《莫名声》 只是我们要原言和会议分得 他都对我们自己开始 还是就让他开始 我们还是依法不得罪 《莫名声》 《莫名声》 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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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利益众生 为救众生的法上昏迷 我不忍心众生的法上昏迷 所以一定要有该讲话 该讲话 一定要讲话 如果你知道它是错误的 它大量流行你还保持沉默 这是对众生的不责任 尤其对于生团 生团你就只担负着这种住持法道 住持正法的责任 当邪法正在蔓延的时候 你还在沉默的时候 这是不可得的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有勇气 对那些邪戒邪戒 来正面的来跟他碰面 我们想最终在佛菩萨的加持之下 正气能够压把邪气 我们虽然碰了这些硬的东西 我们也没怎么倒霉 我们还是越主要 你在讲经当中提到过住邓公徒 如一至一拜 拜无量手军 你具体做法课或讲得再清楚一点 对经典的心情 比如读诵 礼拜 抄袭 都是一些方法 拜经功德也很大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主邓公徒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礼拜 拜的话你可以比如无量寿经 佛说无量寿经 你就一至一拜 就是一心顶礼 佛说无量寿经 当你讲到这个你就 就观想一个字 比如第一个字如 你就这一个如字爱下去 爱下去起来 你就带着一句佛号 拿到阿弥陀佛起来 起来在一心顶礼 佛说无量寿经 是 要这事你拜下去 南无阿弥陀佛起来 一心顶礼 佛说无量寿经 我 下去 就这样办就可以 或者你看看你 明天就拜个 两面 如果你时间都可以 多拜一点 也会和你 这样能够把净土五经 能够拜 拜个 如果你能拜三次 就是十万个佛 这好适合 对自己有好处 就是好像我们 对自己的阿拉耶诗 一个一个字输尽信息 输尽信息 他就在那酝酿发酵 因为这些经文一定要经过主角 也经过回味 要经过寒雨的过程 他才能变成我们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定要渗透进去 输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我们湖水里面去 那我们正直正见就起来了 正直正见起来 再听那些非要清见心才能往生 非要共和审见才能往生 所以西方结合世界 只是化成还没有了心事 说开悟才能往生 不开悟就不能往生 等等这些现在流行的这些 邪知邪见 你就马上就有分裂了 初一十五在家灭火 还是到寺院里面 女儿四十岁对一个小孩 做娘的能活灭火 会先给他起一个小孩 这个是在家里面 还是在寺院里面 你就看哪个地方的条件好 如果寺院 他很亲近 有个灭火堂 有些自从道德的共修 当中也可 但如果寺院没有提供这个条件 只是香柯很多 这个殿堂 还有没有亲近念活的地方 那你还是在家里念活好 不一定对得要不好使用 那么如果女儿 念小孩 当然你每个人都希望 家族有小孩 传种接代 你把你念活的功德回向给他 求个小孩是可逐的 是允许的 你自神去求你社会 效果 很重要是什么 如何活用心意识念活 如何念活达到三轮地空 比如我欠别人三百元 如何透过这个语 达到三轮地空 当上是什么 知乎法华尖安乐行评说 以前孝不能入持 为什么方子之宗是不是面后恐惧的差 你现在不要谈多用心意识 我们本身不是用心意识在面前 你要先不要提他们的道 你先要提 我用心意识念过 如何把住这种不好 就是支持着明 能够让他相许 不被妄想杂念冲掉 三人体空 能住到不难 住不到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想空 能念的心 所念的名号 要把它空掉 这不是很简单 你念到念佛三位是住不到的 所以你现在从数量开始 就是在四项上先把佛号念下来 四项上念佛 你具足信愿也能往生 回避你要住到空性 当然你能住到主法的空性往生 那是上品上品 做不到也能住下来往生 先解决往生的事情 这些坛宣说妙的事情 你可以放在后面去 那么之所以安乐行情 法家安乐行情是指在末法的时候 一个弘扬法华经的法师怎么样能够遗开世间人的忌妒和各种障碍 结束四种安乐行情 其中谈到慈戒这些 慈戒问题 效果的录词就是 这是威仪方面的 威仪方面 不会跟女众单独在一起 不能是要讲佛法 讲无常的道理 不能讲一些世间的语言 不能去这样 它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对于菩萨的一个法师 他的要求很高 他是具有明法的责任 现在末法的彼丘也尽量这样去做 但是做得不那么太无法 你也不要用这个高调子要求 现在对于末法的彼丘 他能够受持几条重要的介法 把他治好 持好了 就很了不起 就值得我们赞叹的 我们军事对彼丘 你不要用这个戒律去看他 你只要看他出家了 他披上在加沙 我们就要攻进他 攻进这个彼丘 你有报告 哪怕对一个破见的彼丘 我们也要攻进 在末法的时候 过节的彼丘都堪能做事过法 所以打骂 过节的彼丘都如同出佛神学 所以对苏家人 你一定要去攻进 这个彼丘 什么笑 笑的落不落词 都是你关系的彼丘 说自己可以把身体寄给阿弥陀佛 是这样的彼丘 他们的话 通过他说出来 所以他说的话 就是佛说的话 所以不带讲道 说过的话都忘了 而且在他的光谈前 多带这种话 这种光谈 为何任其淡满 是啊 我们这个时代的 弘法的法是一定要有自治之明的 这个自治之明是什么? 我们是烦恼 我们没有断烦恼 没有断烦恼 但是本来在古人 你不是信者 都没有弘法的这个指数 只是那个末法时代 正果的信人没有 但为了注射佛法 我们这些反复生有因缘 也得说一说 但说一说 一定要按照佛经里面老实地去说 不能见爱一点 不能见爱一点 按照祖师的过来人的去说 做一个数而不足的比较大 其目的是让众生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 对于往前净土产生信心 怎么知道一个修行的方法 这些佛经和祖师都说得很明白 我们传达出来 你可千万不要说 你说的话就等同你佛说的话 那完全是以安那之理 这句话是不可以这样去说的 是先受菩萨戒后再慢慢辞 还是等辞了再受 如果受到戒又成仓犯 是否罪已不受戒大 对受菩萨戒这个问题 你不要这样去想 现在一般人对慈戒 他有种魅惧之情 魅惧就是他自己慈了 慈不好 会罪过很大 会下三个道 大家对这个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受菩萨戒是跟成佛戒上的缘分 受菩萨戒的前提是要发佛地心 是菩萨戒 你能够跟成佛戒上缘分 比你不受没有缘分好 所以硬和受菩萨戒 犯戒下地狱 也比你不受菩萨戒好 可以不 你下地狱出来 他还还可以成佛 这上面缘分 你永远不受菩萨戒就没有这个缘分 所以我们是要鼓励大家来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主要得坐重前面的失重戒 我们受饭完经的失重十八戒 失重戒你不要去犯 其他的四十八条清戒 清购戒是可以忏悔的 犯了不要减 犯了你忏悔就能够忏出的 更何况说到菩萨戒 我们就有菩萨戒的戒体 有这个戒体就有我地的加持 你不受这个戒 你肯定对这个戒体没有戒体的父子 他一定会犯 如果你有戒体的话 对到这个戒体 你马上这个戒体产生作用 不受戒体产生 你就不会去犯 所以你还是要勇敢地来受这个戒体 对自己有好处 原来我们很多居士就不肯受菩萨戒 如果我们讲这些道理 他慢慢地也觉得受菩萨戒的好 现在你看我们话里面四年受菩萨戒 这就是不是个人受 都不敢受 甚至很多居士都有很多误解 说受了菩萨戒 夫妻的床子都要剧断 这就像要公布神天才能往来复活 他就琢磨说 那么有关键 谁说父亲床要聚开才是菩萨戒 没有这个事情 你受菩萨戒只要不协瘾就可以 而是跟居士五戒差不多 没有要求你不瘾 不瘾是针对出家的 因为梵王经菩萨戒统出家和在家 两种不能 对出家受菩萨戒是不赢的 对于居士受在家的时候是不协瘾 你共性不协瘾就可以了 你夫妻赢和法的夫妻欢仙 要你去居士五戒 他就涉及了很多 他有时候心里这么想 他还不说 不说我们还不知道问你说什么 我们一说起来原来是这样的障碍 他就叫他撤出这障碍 他慢慢地也感动 你看今年的四月初八 有四百多人受菩萨戒 比三年前多了十百个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受菩萨戒 永明大师说 你要求上废往生 你一定要受菩萨戒 所以你就先受了再说 所以国际对这个受戒 你受到菩萨戒好像你这个碗就是一个金碗 这个金碗就是扎碎了 它的碎片还是金色的 你不是菩萨戒受受其他戒 你这个碗是泥巴碗 你这个泥巴碗就是你是碗 碗子那个碗 你还是泥巴 免约约约约约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些人给出家师傅供养现金 可有人说这不好 这是在助长出家国的贪心和事情 其他事 首先他是出家师傅 又是身保 我们作为居士 就应该对出家师傅做事事供养 衣服饮食通 要过去 我们供养师傅要有智慧 就是如果他是单个的余求 为了他安心办到 我们要提供他安心办到的需求 如果他是在助食一个道场 你可以供养更多的金钱 因为他要安排整个寺院的这样的所有的建设和用力 所以你这个智慧 你对他单个的余求 你不要供养的太多 确实你供养太多 他可能会有贪心 但是你一定说不供养是不行的 一定要供养他能够安心办到 他要研究教理 你供养他那个大藏经 一些必要的东西 你这个供养是有功德的 包括誓愿 誓愿他是注持证法的道场 你要去做供养 你的功德道 如果他这个誓愿不是注持证法 去开妙殿 搞敬参 你也可以有其他选 这个又要看你的智慧了 真正把这个钱供养在佛天上 为什么阿罗汉叫应公呢 你能够请个阿罗汉来供养 那你的福报就达得很了 比请一个凡富生那样强得多 凡富生他有信心 能执戒 你供养他也很有福报啊 所以就是你真正要有眼光去供养就好了 不能一概好 现在凡是供养出家人 就会把他供养到山岸道去 这不可能说不清楚 出家人一定要供养 只不过是供养 供养到什么程度 这就会和你用的智慧的关照 就好 你一定要供养一些 一些 哎呀 一定要 甚至由多一个居士给致下的供养 供养什么 肉 哎呀 确实你明明要差呀 给你供养肉啊 这个 这个不行 还有的供养一些 社会上的光盘 或者谈心思爱的 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太寂寞了 也不要太压抑嘛 你看看这种 你这个世界就会找到 你这个就是马祖教的那种 你对念 一定要对祂道业对祂有帮助的 法师说 灵中不用担心有佛 是否有正义 是否有病 但为什么仍有人一生念佛 灵中走过的 是信愿不坚守之吗 信愿间的表现又是如何 应该如何判断 信愿是否坚固 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对一种说法而提传 有一种说法说 灵中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才能往生 灵中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就不能往生 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 我们真的这个说法也对人产生了很大的 很大的信心 信心的真正 如果说 你有功夫能够灵中 在阿弥陀佛上 当人则值得提倡 这很好 也一定能往生 但是一定要具足信愿 如果你不具足信愿 你不能不想去 你哪怕灵中靠功夫是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也去 但这句话一定不能说 你灵中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就不能往生 这句话是不能去一概去说的 灵中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他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他确实不具足信愿 又没有在阿弥陀佛的念头上 他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他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但有一种情况 他平时就具足信愿 只不过灵中是碰到一个很特殊的音点 他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他能不能往生 告诉大家 无量首先告诉我们 是可以往生 这在佛经里面常常说 你一定要在灵中这一念是什么去想 而是看你平时 你是否具足信愿之人 哪怕你注意 你有这样的一个恐怖 阿弥陀佛决定会让我们往生 以什么方式往生 是不是正念往生 即便是有正念 也不是我们自己有能的正念 都是阿弥陀佛令我们有正念 阿弥陀佛一定能够让我们往生 他有种种的方法 他知道我们什么样的情况走 知道我们什么样的障碍 知道我们最关键的时刻 最需要方法的时刻在什么地方 这些阿弥陀佛都应该知道 所以我就常常说 既然是这个 就是靠阿弥陀佛令我们明明中走 你就不要老是想 我怎么能得到正念 我怎么能得到正念 你会把这个事情甩开 不去考虑它正念不正念的问题 我只把握我平时具足信念的事情 我尽量用我的功夫 灵中是否正念 是正念不能往生 不是正念 阿弥陀佛也能让我往生 你要就是这样的事情 你就不至于一天大晚上 就恐惧 我一定要念到灵中正念 如果没有正念 我就不能 你老是要琢磨说 你灵中一定要正念 那你说这个世界上 谁能保证灵中 你就能正念 就在阿弥陀佛上 谁也不敢做这种保证 于是谁也不能做这种保证 你一生就不是在恐惧不安里面度过 那这符合静主法的特点 那就说明你信心是打得折扣 你对阿弥陀佛是有怀疑的 你如果对阿弥陀佛有绝对信心 无论我是什么情况 我已经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了 如果你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帮不了我的忙 那你怎么成为阿弥陀佛呢 那你就不是全能的嘛 既然不是全能的 我要把生命交给你 那这个东西就有风险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不是这样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光中基尊 大怨之王 一切众生都能救度 五大体的思维 无量的吉红磊德的大怨 难道对我们往生这段事情 还不能解决吗 要对阿弥陀佛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我常常说 你灵多不用担心社会有正义 你可以把这事情甩开 我说不用担心社会有正义 不是说提倡或正义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从正义提倡还是要 争取靠我们的力量圆做到正义 但是这个事情 你不要把它作为往生的一个条件 往生的条件是看我们平时的心愿神 临终是否有正义 不管有否正义 阿弥陀佛都能保护往生 是真正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起 你跟他讲 师父不要去谈这件问题 他就说 他就是能够充分想想 哦 这个大安法师是提倡 民众不要正义的 这是它是好几件事情 你说这个话是 你这微细的你对听明白 因为你老是想正义 你还是在自立的程度上去想往生的条件 虽然这往生这一点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愿 只要我们用自成信念去感同阿弥陀佛 能够无条件地 能够具足一切微生力量来解决我们一起困难的问题 我们认为困难的事情 在阿弥陀佛认为一点困难就不够了 小菜一碟 所以 你怎么判断你的心愿 你一天能念三万色佛号 你就也先念了 这个不能太情况上的 你一天到晚都会念佛 你说你有心愿 那我们是不相信的 叫你做月念佛 你就受不了 你就要逃跑 你说你有心愿 有心愿就能突破 有心愿三天大天事件满灯大火也能穿过 有心愿就是重 重法 轻身 轻身是成 这个身体就像成胎一样 祝我们的法身够 有心愿 你有心愿在任何情况下 比如说 哎呀我这个今天 你老师讲的你事业很忙 我要忙自己的事业 把我往生进入世间 作为你的一个一个 查前半后的小事 对吧 你怎么能说你有心愿 你真心有这个信念 那是捐置若虚空 勤心求道德 可得极常心所谓 能够对世间的很多事情 要舍掉它 即便在事项上要顿能净分舍不掉 你在心里上要舍掉它 世间都是空间调用水卷 能够集中大部分时间经历 来念佛 解决这个人生一个大学 这是你的信念比较大 你好好看看 赛老大师关键世纪说这样 身心至心归向法院经 他对身心 身心至心是什么 他有个象 身心之象 你看看那段诗文 你就会了解 什么样的信念才叫幸福 阿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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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